把撒哈拉沙漠种满树 让它们吸收空气中过多的二氧化碳 使全球变暖的步伐放缓 让我在有生之年能够爬上 奇里马扎罗的山顶去看雪可行吗 让我们先做一个计算 10平方公里的面积大概可以种下1000棵树 而撒哈拉沙漠的面积大约是980万平方公里 意味着这里可以种上9800亿棵树 直接将全球的森林规模增加33% 然后它们就开始吸探了 估计每年能够吸收60到120亿吨的二氧化碳 大概占到了目前我们每年碳排放量的16%到32% 结果就很明显了 既然温室机体二氧化碳减少了 全球升温自然也就放缓了 不仅保住了奇里马扎罗山上的积雪 更重要的是 让我们在完全控制这颗星球上的环境和资源方面 又前进了一大步 人类成为一型文明指日可待 有那么简单吗 我是火箭叔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为了让全球的气温降下来 我们都有哪些方案可选 它们的利弊分别是什么 最后既然都在奔向一型文明了 那我们在控制地球温度上面 一定是有一些黑科技了吗 是的 我也会分析给大家听一听 先来讲讲最传统的方法 总数 这听起来一点也不奇怪 在过去的3.7亿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数目一直都是地球从空气中 把过量的碳吸收并储存起来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这种纯天然的技术 远比我们所拥有的任何技术 都要更便宜也更有效 所以当然也就是我们遇到问题之后 首先想到的解决方案了 在全世界范围内 都有一些网红种树项目 在进行之中 比如你可能知道 并参与其中的蚂蚁森林 就通过5亿用户的努力 真真实实地在地球上 种下了1.22亿棵树 面积相当于1.5个新加坡 在美国那边 一个叫做TeamTree的项目 也已经成功地筹集到了 2100万美元 然后种下了2100万棵树 差不多相当于是3个曼哈顿的面积 这两个项目加起来 估计一共可以吸收掉 2800万吨的二氧化碳 听起来不错 但相比起目前全球每年 大约430亿吨的碳排放量 这就显得太过悲衰测心了 那像我们片头一开始说的那样 在地球上重新种上1万亿棵树 可以解决问题吗 理论上当然可以 在人类还没有来得及砍伐之前 地球上原本也就只有6万亿棵树而已 之前已经砍掉了一半 现在一下子补上去三分之一 足够了嘛 但问题是种在哪呢 沙哈拉沙漠 面积正好无人占用 但无人占用它是有原因的呀 即使是现在海水淡化 已经越来越便宜 但要把全球最大的沙漠灌成绿洲 似乎也有点异象天开了 而要在其他地方找一片 比美国国土面积还要大的空地 除非咱把美国征用了吧 所以种这么多树 看起来不太现实了 那就一边尽量多种 一边尽量少砍 把现存的森林都保护起来 如何 这是一个看起来更加可行的方案 要知道树木活着的时候 是一台天然的吸碳机器 一旦砍伐之后呢 不管是被烧掉 还是任由它自然分解 原本储存其中的碳 都会重新回到大气中去 经过计算就知道 如果把全球所有 已经砍伐掉的树木加在一起 它们所造成的碳排放量 居然可以位列全球第三 自1850年以来 全球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碳排放量 是来自于森林砍伐的 如今剩下的森林呢 每年还在帮我们消化掉四分之一 我们自己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它们身体里面储存着的碳 比所有埋在地底下的化石燃料 加起来还要多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不想 失去太多沿海城市的话 包括现有的森林资源 大概会是最直接 最经济的方法了 对了 说好的黑科技呢 好的 这就来了 地面 空中和宇宙分别都有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 位于地面上的 能够直接捕捉空气当中的 二氧化碳的装置 先来看看它长什么样子 然后你多半就能猜出 它是怎么工作的 这一排排的风扇 加上后面的大箱子 看起来像是放在室外的 放大版空气净化器呢 你猜的没错 甚至连工作原理都很接近 就是先由前面的巨型风扇 吸入空气 使它们进入到蜂窝状的接触器里面 在这里化学过程 开始接管碳固化的步骤 一种特殊的液体 会不断地从上方滴下来 跟接触器里面的空气 发生反应 但只会迷上其中的 二氧化碳分子 它俩成功牵手之后 便奔向下方的收集器 跟其他许许多多的新人一起 在这里洗劫连理 并且很快有了爱的结晶 我说的是真的结晶 就是变成这样的碳酸钙小猪猪 然后再用高温加热 让它们释放出 纯净的二氧化碳 好 这个时候就有两种公司的 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了 其中一种是 直接把这些二氧化碳 买到地地深处 让它们被岩石吸收之后 变成碳酸盐 封存起来 本质上就是把大气中的碳 转变为地质中的碳 这当然再好不过 但最大的问题是 它对钱包不太友好 因为整个过程 是完全非盈利的 只能靠政府和企业来投资 这在有钱的地方 还可以搞几个 做做示范和表率 但其实最需要吸碳的地方 恰恰就是世界上 一些最穷的地方 让这里的人们掏钱出来 把空气埋到地底下 你觉得这有戏吗 所以另外一种公司的策略 就聪明许多了 咱把这个变成一个 有利可图的生意 不就良心循环起来了吗 于是 他们就把分离出来的 纯粹二氧化碳加工成 合成燃料 再把它卖给航空公司 和加油站 我们自然也就可以 毫无负罪感的敞开使用了 尽管从空气中 抽出二氧化碳 把它加工成燃料再烧掉 这二氧化碳 不又回到空气中去了吗 但这至少是一种 碳中性的能源使用方法 不像燃烧化石燃料 那样会在大气中做碳加法 所以仍然是一桩好事 并且由于可以盈利 就意味着可以在 全世界范围内推广 就意味着你以后 去加油的时候 可能不是说92、95 而是说 给我加个二手、三手、四手的汽油 好了 最后我们再说说天上的 如果你觉得刚才我说的 地面上的大型空气进化器 都不太靠谱 那天上的可能听起来 就更飘了 它的思路是这样的 鉴于温室效应 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一个是有多少的热量进入到地球 另一个是有多少的热量留在地球 二氧化碳让更多的热量留了下来 于是全球就升温了 那如果我们能让一开始 就进来的热量少一些 管它二氧化碳都还是少 不一样能控制地球的温度吗 于是大概是不嫌事大 有些人就提出了 干脆我们往大气层里面 撒上很多类似于气溶胶的细小颗粒物 来模拟火山喷发物 遮挡多余的阳光 怎么样 你别说 他们这个建议 还真的是有非常强有力的证据支持的 地球历史上的数次冰川期 就是由大规模的火山喷发所造成的 甚至近在1645到1715年 还有一个被称为小冰期的特殊时期 也是由于火山喷发所引起的 不同寻常的温度降低 再加上这样做的成本 其实并不算太高 所以真的值得一试了 这怎么看呢 都只像是好莱坞的电影里面 某个伤心病狂的科学家才会干的事情 理智一点 这可是我们来生存的大气层 不是越干净越好吗 那么把遮挡太阳的东西 发射到太空中去 Ilon Musk不就这么干了吗 未来42,000颗星联微星 够不够遮上一点阳光 开个玩笑 当然不冷 只是这说明了禁地轨道 其实已经拥挤到不行了 最佳的方案就是把这样子 发射到跟未来詹姆斯韦伯太空晚景 要去的地方一样的位置 第一 拉格朗日点 在这里 太阳和地球的引力相互平衡 所以它会运行的很稳定 也没有别的谁来干扰 而且离地球足够的原材料 也能省下来不少 只需要挡住2%的阳光 就可以解决目前我们所有面临的问题了 完美 足够 你应该知道 太阳真的很大很大 为了挡住2%的太阳光 你需要在这里拥有一把 面积为380万平方公里的阵阳闪 面积相当于10个日本的大小 而且第一拉格朗日点真的很远很远 比到月球还要远上将近3倍 所以从地球上发射过去是指望不上了 你只要想一想 网球场大小的詹姆斯韦伯就已经拖了十几年 还没有发射上去就够了 唯一的希望拖一颗小行星过去 炸开 就地取拆 在太空中把这阳闪直接建起来 好了 我们今天扯的有点远 如果都能上太空去采矿了 那我们干嘛不脚踏实地的回到地面上 认认真真地从点滴做起 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环境呢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 让你爱上科学